因管理不善而由全球最佳航空公司排名 跌出三甲的國泰航空 客運量和貨運量繼續下跌 集團預期2020年的經營環境依然挑戰重重 國泰航空公報 國泰和國泰港龍兩間航空公司 在客人士連跌5個月 去年12月合共在客299萬4千8百人士 安年下跌3.6% 而乘客運載率雖上升1.2% 去到85% 但以可用作為千米數計的運力 就下跌1.3% 至於兩間航空公司 上個月運載的貨物和郵件 合共有177560公斤 安年減少2.9% 連續14個月下發 而運載率下跌1.3% 去到66.4% 總計去年全年 兩間航空公司 在客量按年跌0.7% 在貨量就跌6.1% 運力也減少0.3% 以貨物及郵件收入 燈遷米售袖下跌6.7% 國泰航空顧客及商務總裁林兆邦說 去年12月的入境旅遊需求仍低迷 安年減少2.7% 安年減少2.7% 而2020年的營運環境 將會依然挑戰重重 東網記者黃永瑜不斗